每天做一分钟练妖姬,一周五次不知不觉就瘦了。 一放假爱姿势不良赖在沙发,一整天摊住不动也不以为意。 年过三十,浑身酸痛找上门,下半身还越来越胖。 一旦运动不足,肌肉量不够,髋关节因久坐而活动受限,变得僵硬,连带影响血液和淋巴循环。 髋关节周围的肌群更会逐渐衰退,造成腰背酸痛困扰。 。 透过透过简单的坐姿来活化,有助于预防改善酸痛并矫正姿势。 。 训练恰腰肌,维持良好体态,预防扭伤。 。 髋关节是连接身体上下半部的重要关节,周围的血管及淋巴结会因为久坐而僵硬,长期下来酿成酸痛,也囤积老肺物质,让下盘越来越胖。 。 因此,保持髋关节顺畅活动,是让体态优美,远离身体酸痛的重要关键。 。 而恰腰肌正是髋关节周围重要的核心肌群,由腰大肌、骨盆内部的恰肌所组成,负责髋关节屈伸,保持姿势正确,包含走路、跑步、抬腿都需要用到恰腰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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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森和式建议做助训练恰妖肌的激励,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不复杂,其实可以刺激核心肌群,强化体干。 不但可以舒缓酸痛,也有消除坠肉,紧实大腿,小腹的效果,养成习惯每天坐一分钟,边看边视边坐也没问题,一周五至七次,不知不觉就瘦了。 坐住就能瘦,恰妖肌训练方法。 1. 坐在地上,双手枕在耳后,双膝并拢,膝盖成直角,腰,肩膀,耳朵乘一直线和地面垂直。 2. 视线斜斜向下,并持续深呼吸,撑住一分钟即可。 3. 如果觉得困难,可以先背靠墙壁,习惯以后再渐渐离开墙壁。 3. 如果觉得困难,可以先背靠墙壁,习惯以后再渐渐离开墙壁。 3. 一整天摊住不动也不以为意。 3. 年过三时,浑身酸痛找上门,下半身还越来越胖。 4. 一旦运动不足,肌肉量不够,髋关节因久坐而活动受限,变得僵硬,连带影响血液和淋巴循环,髋关节周围的肌群更会逐渐衰退,造成腰背酸痛困扰。 4. 透过透过简单的坐姿来活化,有助于预防改善酸痛并矫正姿势。 5. 训练恰腰肌,维持良好体态,预防扭伤。 5. 髋关节是连接身体上下半部的重要关节,周围的血管及淋巴结会因为久坐而僵硬,长期下来酿成酸痛,也囤积老肺物质,让下盘越来越胖。 5. 因此,保持髋关节顺畅活动,是让体态优美,远离身体酸痛的重要关键。 5. 而恰腰肌正是髋关节周围重要的核心肌群,由腰大肌、骨盆内部的恰肌所组成,负责髋关节屈伸,保持姿势正确,包含走路、跑步、抬腿都需要用到恰腰肌。 5. 美国运动伤害防护员山口纯事就说,保持恰腰肌的力量,可以改善疼痛,对于年长者来说也能有效预防跌倒,扭伤。 5. 然而日本瑜伽老师森和氏指出,现代人久坐,姿势不良,使恰腰肌的肌力不足而不自知,就会因僵硬、老化而退化,驼背、僵硬酸痛、突腹、坠肉全都成为难缠困扰。 3. 森和氏建议做助训练恰腰肌的肌力,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不复杂,其实可以刺激核心肌群,强化体干。 4. 不但可以舒缓酸痛,也有消除坠肉,紧实大腿,小腹的效果,养成习惯每天坐一分钟,边看便是边坐也没问题,一周五至七次,不知不觉就瘦了。 4. 坐住就能瘦,恰腰肌训练方法。 1. 坐在地上,双手枕在耳后,双膝并拢,膝盖成直脚,腰,肩膀,耳朵成一直线和地面垂直。 2. 视线斜斜向下,并持续深呼吸,撑住一分钟即可。 3. 如果觉得困难,可以先背靠墙壁,习惯以后再渐渐离开墙壁。 3. 视频道